穿的这个是Gordon badge 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是Gordon badge 再来就是这个灰色 它算是中灰 不是很深的那个灰 灰色 然后还有就是黑色 三个色 CDP 63价钱是90 黑灰 还有我身上的Gordon badge 它下白 先看来的款式 它前面扭扣是可以开的 Functional的 基本上我们助理量这一件的时候 上半身它是接近平凉 就是因为它面料是有弹性 可是我们没有去撑它 因为我如果去撑它的话 它会造成它爆扭就不好看了 下白就是属于这样子Gordon blitted 的款式 前后都有blit 这个款式其实它车工是蛮复杂 因为它们这些blitted的款式 下半身这样的blitted的款式 它是特别贵的 侧工很复杂就对了 上半身 前面的扭扣是可以开 扭扣它是用了这样子金色的扭扣 OK 转后面 后面是这样子的 OK 长度是属于milly length的长度 属于一个长裙的那个长度 7 7到8分长的那个长度 我身上穿的是Gordon badge 你要非常显白很高雅的颜色 你带着我身上这个Gordon badge OK 助理穿黑啊 助理穿黑啊 这款式选择的话就是有黑色啦 那么呢 呃 它的面料是两种 上半身是属于有弹力的 真正 下半身这个面料是属于没有弹力啦 OK 那么基本上上围穿到 腰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如果完全没有拉伸 它是属于一个直筒 OK 是属于一个直筒的裁节 然后下半身它是属于这么大部分的一个flare来的 所以说只要上围穿大身 这款式 腰跟下围都没有问题 OK 没有问题啊 所以说啊 检查上围的尺寸没有超过都可以穿得到 显色的颜色就由我身上的这个黑色 然后说属于比较高雅的 属于比较性感的颜色 可以选择主播身上的这个颜色 也比较少会有看到的一个颜色 Gordon Batch OK Gordon Batch CDP 63 价钱是90 基本上它的长度 你看它这边可以调节 这个部分就是在腰间这一个部分 你可以拉 把它 如果你完全没有拉的话 它就像Ajui里讲 它是属于比较直筒的 OK 属于比较直筒 那种懒人裙这样子 上半身它用了这个真正面料 这个真正面料是很柔 很 soft 那一个真正面料 不用怕会毛毛痒痒之类的 OK 装后面 后面是这样子的 下摆 overall 就是属于一个大的flare 然后整个下摆啊 前后 都是blitted的款式 for那些出国打卡 不是很冷的国家 你再穿一个长靴 可以啊 是很好看 你不要需要那种几度啦 十多度 就是说你需要一个长袖的 还是一个长裙的 连身裙 可以考虑是一个款式 OK 先说明上面的真正面料 是稍微是有比较有厚度的 有厚度的啊 OK 上面的面料是属于比较有厚度的一个 真正面料来的哈 所以说这个是free size啊 只要你们的上围是没有超过106啊 基本上是小XL可以穿得到吧 那么这么巧 上围是106的话 我们已经一留空间给你 穿在去是不会累 然后是不会再成爆扭 还是压胸的问题哈 所以说给那些说 喜欢找一些想找一些比较宽松的连身裙 可是说不想要有越速感的 可以选择带走这一个 因为呃 这样子的我们也蛮少 尤其是这种两种面料创在一起 上半身是真质 然后下半身它是其中一种content面料 OK 腰间啊 就看你们自己想要的那一个 宽度自己去调整 那天你说你想穿起来 要有比较曲线的 OK 想说穿起来比较有曲线 呃 山气底面比较明显的 可以这样子把它稍微拉紧就好了 我腰尾那一边 这个款式 OK 上半身是这么大腹的一个flare来的哈 Oboro它穿起来 然后你把它拉紧的 它就是属于一个flare的裙子 没有拉紧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比较直筒的款式 所以你可以选择性 可能那一天你想要比较有曲线感 就把它拉紧一点 然后那天你想要比较慵懒的感觉 就把腰间那边不要拉得这么紧 它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扭扣是用了这样子金色的 OK Overall它穿起来 如果它用会跟它同样的颜色 你就看不出那一个效果 可是它这样子用了金色的一个扭扣啊 它穿起来是有款式的 它腰间这边拉紧的时候 它就有形成那个小小pepperon的款式 在这一边装 后面 后面是这样子的 下摆整副啊 前后都是折 三个色 基本上这三个色呢 它都是属于比较冷色系的 它没有那种很耀眼的颜色 就是灰 batch 还有黑 属于比较冷色系 长度 属于midiland的长度 老师也非常适合 OK 长袖 袖子这个部分呢 它有这样子小片的收袖吧 你这样拉起来说 它就属于一个中袖 OK 面那是很soft很柔的 那个针织面料就有了 可是像大主理讲的 它上半身这个针织面料 它微微有一点厚度 normal 你room temperature有风扇是OK 只是说你不能够穿的这样子 拿去咖啡店是OK 这样子就不可以 后面是这样 穿的时候 你either把扭扣开了 从头套 还是你直接这样子套是OK 可以的 它的领口的洞都大 OK 我身上的灰色 马来的时期 没有这样子灰色的 那个连身裙 有钱人的颜色 我讲 就像面书的老板 有钱人的颜色 灰色 然后这个灰呢 它显瘦得来 它没有这么沉闷啊 它也会有那个显白的效果在那边 我问它 它是浅灰色 对 应该是从中灰 可是它不是那种不solid的啊 这个呢 它就不是那种花灰啊 它是属于比较solid的 因为之前有一些灰色 没有这么solid的 有那个 它上半身是 稍微一点点的花灰 只是说下半身呢 它是带着一个 银灰色 对了 稍微银灰色啊 其实上一个是来讲 你要显瘦 也想要带点比较高牙的 可以选择主播身上的灰色 别的灰色 要非常非常显瘦 肯定是不可以错过黑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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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这个款式啊 CDP63 你选择最显瘦的颜色 就可以带走黑色 OK 3个色里面它是属于最深的颜色 那么呢 要显白来说 比较日系韩西的 你们可以选择带走Golden Match 然后说稍微还是说 稍微比较 会有比较显白的感觉 然后呢 还是想说有点日系韩 韩西那个的风格的 可以选择带走那个 啊 钱 OK 这是那个Gray color啊 Gray color 对了 3个色给你们选 来我换了黑色 OK 黑色就有一点小礼物 这样子的款式 OK 因为它长度是Belani的那个长度 Midiland的长度了 这一件是水Midiland的长度 假两件是 同色系的假两件是 它是一件啊不能够分开 穿的我身上换了黑色 选择里头是穿的同一个词嘛 就是说想要选择的话啊 就是可以选择带走主国在身上的黑色 OK 3个色 黑 灰 OK 灰色 还有这个Gordon badge 你要不要性感的颜色 不要韩西日式的颜色 你就带走这个Belani color 选择的来又显白一点的 比黑色来的轻盈一点 就是这个灰色 那3个色里面最显瘦的颜色 就不用多说了 一定是黑色 我和助理都是穿着同一个尺码 然后把腰间这边拉松它 如果你不想穿的这么贴的话 OK 你可以直接这样子把它拉宽松 它就属于一个懒人裙这样子的款式啊 这个是TOTALLY没有拉的 它穿起来就是这样子宽松的 脚要穿的比较有曲线 助理也没有穿那个色啊 助理只是穿着 让你们知道 看整体那个尺寸的效果 OK 对 助理就没有去换那个色了 OK 把它拉紧了之后 它就会 OVERAL腰间这边 它就会看到更有曲线 就对了 3个色 CTP 63 价钱是90 整档服那么一档 倒皮你看就好了啊 下白是这样子大的flare 然后前后都是blitted 不是单单前面的压 前后都有blitted 因为这个是属于宽松的 基本上你说 比较热气韩细的话 你可以选择这个 IVK 我就这样子挡给你看啊 这个就是说 比较热气韩细 稍微带比较性感的颜色 可以考虑这个 因为它这样子的裁剪 不用带些穿起来 虽然它是显胖之类 是不会啊 因为它是常讯嘛 把盖色的都遮完 加上它这边腰间 根据你自己要的宽度去调节 所以是不会影响的 还有下方之后 它是属于一个这么大幅的flare 所以说 这算是说 可能你说你是比较肉肉的女生 你带走这两个色 还是ok的 没有问题 就看你这三个色来说 你自己比较偏向喜欢美肯 因为它很质度难 对啦 因为它这样子裁剪 然后它齿孔嘛 要在这边的宽度 就跟你自己要的宽度去调节 所以说 不要单级穿上去 也会有肉肉的问题 是不会 然后上部一只要跟着我们提供的尺寸 没有超过那个尺寸 基本上不会造成爆扭之类的 ok 因为它前面有扣式开的 我们提供的尺寸 上半身面料是有弹性 可是我们是没有去撑它 因为我们 因为没想到你们的黑色瘦了 因为我们也担心你会爆扭 所以基本上上半身是接近平凉 啊 这一件上半身穿到腰和hip都不会有问题 因为hip这个partner 属于这样子flare的 ok 三个色 cdp63 价钱是90 只要比较很细润细的 甚至里讲的 然后显 比较高压的颜色 ok 你要确定哪的袋外 你直播下来比较好 ok 比较高压的颜色 就有这个gordon bag 比较轻盈 硬又显瘦的话 然后一间显白可以带着灰色 黑色就不用多说了 比较大众的颜色 有一点little black dress的感觉是 我很喜欢它的那个纽扣那边的 金色 对啦 所以说如果你带着黑色的话 很明显就 很明显看它的纽扣 然后它金色纽扣整体比起 银色还是白色它会比较大气 ok 没有了 我就换下一个款 现在这个款是全新款式的套装 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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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